花莲林区管理处在植树节追贴 在出本部还有四个工作站同步举办了赠送苗木活动 为了推动国产材 今年特别选择的牛章和孝楠两种原生树种来发送 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排队兑换 每年植树月 花莲林管处都会举办凭发票换树苗的活动 今年是三张发票换一株牛章或孝楠 最受欢迎的牛章则是每个人献换一株 吸引了民众大排长龙 花莲林管处处长黄群车表示 今年除了使用环保材食的玻璃籽作为苗木的外包装 可以直接种进土里会自然分解之外 更特别的是推动国产材 郑受民众的是原生种的牛章和孝楠 鼓励民众来支持国产林木 以前我们发放树苗都用塑胶袋 那今天我们用那种可以可分解的这种装置容器 就是玻璃籽你回去你只要把它马上种下去 然后把那个麻绳打开 不需要把那个玻璃籽给拿掉 你就种到土里然后浇浇水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那些玻璃籽就会分解 就成为养分然后就会让树来更茁壮 第二个是我们今年的发放树苗 比较特别是我们只选两种 没有像往年那么多 那原因是我们希望说今年是以推广国产材为主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树苗是让大家能够种大 未来能够利用的树 所以它是又送了牛章跟我们的孝楠 其实这两种都是国产材里面 材质、形质跟它的使用率 各个的使用率是都最好的树种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大家回去能够前人种树后人成良 让它变成百年树人这种感觉 除了大牌长龙的一般民众 领馆处也特别邀请到临近中原国小师生 一起来换领苗木 小朋友们循规盗矩排队 持发票换苗木 处长也特别赠送小礼物 感谢小朋友们从小就支持植树护地球的行动 谢谢旅馆欢迎视报道